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方砖 那么今天传出了一个消息 就是中国向西班牙和捷克等国提供的这些试剂盒 竟然合格率不到20% 也就是说80%是残次品是没法用的 而因此这些国家转而寻求向台湾 寻求帮助和购买这些试剂盒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给大家说一说 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么我们知道中国这个疫情 就是说在得到控制之后 至少表面上看起来零增长嘛 对吧 这个得到控制之后 中国就非常紧急的向各国开始提供各种援助 这些援助当然不是无偿的 这些国家也是花钱买的 但是中国就是说我们可以提供这些物资 包括口罩 包括这些就是说检测试剂盒 这个检测试剂盒是整个抗疫过程中 最重要的一环 对吧 那么这个发生什么事情呢 结果就是在西班牙政府花了4亿3千万美金 向中国购买医疗设备之后 那么就发生了中国在西班牙的检测盒 大部分不合格 在西班牙的中国的测试试剂 比捷克发生的好一点 中国在西班牙的测试剂 准确率低于30% 也就是70%的事迹不合格 所以当地西班牙的官方组织 西班牙传染病与临床卫生物学会 就要求西班牙的卫生局 不要再使用中国这批产品 并且予以退回 当然了 26号的时候 中国驻西班牙大使立刻在推特上就说 他买的药的机构是无证的 是无证公司 他强调说这个公司是不符合规格的 这个公司是2007年创建了一个叫 易瑞生物的这么一个公司 中国大使馆还保证说 中国政府和阿里巴巴集团捐赠的 这些医疗产品 不包括这个公司的这些产品 那怎么说呢 我觉得现在在中国来说 打了人都是辅警干的 都是临时工干的 而之前呢 这个是吧 说你发推怼了人 也是下面团队干的 不是当地人干的 所以这个事情到底有多可信 我是不好说 对吧 反正按照我所知道的床师来说 一个公司 一个医药公司 一个生产这种药命的公司 没有这儿 而且是07年就开始运营的这个公司 它是怎么混到今天 而且它的产品 你要走 你要进出海关 进出海关的时候 如果你的公司 这个公司没有这儿 我无法想到它的货是怎么出的海关的 对不对啊 所以迷之问题你知道吗 这都是迷呀 这真是太神奇了 然后呢 这个说完七万亚案 再说捷克 捷克也是一样 捷克花了1400万克朗 这克朗我不知道对美元怎么对啊 反正也是买中国的快速检测试剂 而且呢 在捷克啊 捷克这个国家很小啊 它之前很崇拜 很崇尚中国 相信任中国 所以呢 它不是等着中国发快递给它 它来收获 人家派出了特种部队的军机 飞到中国深圳 去取这批试剂盒 人家等这试剂盒救命的 结果这试剂盒取完分发下来 开始使用 使用完了发现 准确率不到20% 20%啊 同志们 所以现在呢 捷克没办法啊 就是说 停止使用这个中国试剂盒 回到实验室那种检测方法 但我们知道实验室那种检测方法 可能要几个小时 甚至一天的时间 而且呢量又很小 所以就没办法满足需求 而且呢 他们还不得不被之前 就是被漏诊的 误诊的这些人 进行重新筛查 这工作量就可想而知了 对吗 所以这个捷克在失望之下没办法怎么办呢 他得解决问题 他就找这个替代品 他在国际上谁弄得比较好呢 他们就发现了 诶 台湾疫情控制好像不错 所以他们现在就跟台湾的中研院进行洽谈 中研院说我们现在也没现货 我们现在需要一段时间 但捷克说 没事 我可以等 人家可以等 只要你研究好了 我们赶紧合作 说明什么 说明捷克现在不信任中国 所以事儿是这么个事 但是这里边就解答了我们之前一个疑问 包括我之前节目里边 我自己也是被这个疑问所困扰 包括自己也跟大家说过 对不对 我说这个病情太狡猾 这个病情太严重了 它这个病毒能隐藏像特工一样 我们的医务人员测了七次 都测不出病毒 都是阴性 第八次测出来是阳性 这病毒太可怕了 我们怎么控制它呀 病毒会玩潜伏呢 就是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啊 是吧 我之前是跟大家这么说的 可现在看来什么情况呢 就是以前我们说说 这个病毒不是国军不努力 奈何共军有高达 现在情况 它不是共军有高达 真是国军不努力啊 对不对 你这个事迹核不靠谱啊 现在国际上要求 这个事迹核准确要求达到80% 等于中国为什么情况 一直之前 为什么控不下来呢 尤其武汉对吧 它等于是有些人漏诊了 我没事 我没有传染 就回家了 回家完了以后 本来之前人还割了一定 拿我这报告 你看我阴性 没事 该吃吃喝喝 结果一个人传染一家人 等于之前中国是这么扩散的 等于最后吃亏吃亏在中国这个 粗枝滥造这个假冒伪略的这个 事迹核不合格上面 这就让人对吧 就非常难让人放生愤怒 所以今天我不想说太多 说捷克去向台湾去买这个事迹核 我也不想说中国之前做了多少努力 想打击台湾 打击台湾的国际影响力 让台湾身边的这些帮助国跟他断交 我也不想说这次事情之后 台湾的国际这个影响力 会上升到一个怎么样的高度 这些我都不说 我们只说说我们自己当前的情况 就是中国当前这种信任的危机 这种短视蜀木寸光偷工减料 这种事情还要损害中国到什么时候 但目前我所能记载 我所能找到的这些就是这种偷工减料 对中国曾经重大影响的 最最早的我能想到的就是甲午海战 我们知道在甲午海战的时候 北洋水师的这个炮弹不合规格 塞不进炮筒 必须要用这个错错一错才能打出去 而且即便有些炮弹打中了之后 发现怎么样 发现这个炮弹按说能把日本船炸沉 对吧 它打中了这炮弹不炸 为什么呢 后来事后检查的时候 发现有一些炮弹里边装的 根本就不是爆炸药 不是那个爆炸药 不是火药 是沙子 然后那个隐性也用的不是那种火药 不是那种隐性 用的是煤渣 你小时候烧过煤也知道 那个煤啊 它不是像火药一样 拿个火链撕一点 跟炮子撒就着了 那是火药 煤你是要用火去烧一阵的 它才可以燃烧的 所以你想想 那个煤怎么能够做隐性呢 那个炮弹怎么能够炸呢 所以 好 家伙还是打输了 作为短市 就是短期市这个利益来说 这个军工厂得到了利润 它生产了劣质的产品 成本下降了 赚了更多的银子 但是从长远来看呢 清国清政府是吧 赔了两万 不是赔了两亿 两白银 而当时清朝政府是没有这么多钱的 当时清朝政府每年也要举债 它是赤字财政 所以清政府当时是跟英法这些国家借钱 去借高利贷还日本 所以造成了清政府到后期 在近代中国为什么积贫积弱 日本为什么飞速决心 你们这两万亿这么 两万亿相当于清政府 整个中国当时这么庞大的中国 所有百姓政府不吃不喝 三年还是四年的GDP 给了日本了 日本还不做了火箭一样往上飞 所以后来为什么日本能够在亚洲 可以说实质上成为亚洲的老大 甚至能够在二战的时候跟美军应顶 发动侵华多限作战 它底是中国给的这两万亿的底 你能想象吗 所以似乎如果说算账的话 我们几乎是可以把我们中国在二战中 所有死难的同胞的这些冤魂 都算在当初甲午海战失败的这些人身上 当然甲午海战失败 并不能只赖一个军工厂 还有慈禧 还有李鸿章 还有等等的这些人 对吧 这些都算上 这些人应该为他们的短视 就是向中国人民忏悔 向中国人忏悔 都是他们的问题 那可是只有他们有问题吗 今天呢 今天中国社会依然是短视 很多农民自己种的粮食 自己种的菜自己都不吃 在网上你们随便搜一搜 那个东西农药 橙子 橘子 泡水等等等等 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用我们吃苏丹红 我们吃三聚清安 我们用假疫苗 我们喝毒奶粉 这些不都是以刺充好 都是为了短期利益 而损失了长期利益吗 人无信不利 人如此 一个国家也如此 而且说起这两个 举个例子 我是北京人 北京的地铁有1号线和2号线 就是中轴路贯穿长安街下面一条线 和环绕二环二环这条线 二号线 这两条线北京人都知道 比较旧 设施也比较差 但是没出过什么大事故 为什么呢 这两条线是当年 四九年五五几年 就那一批建国后退下来的 铁道工程兵工程部队那批人修的 而再往后修的什么8号线 10号线 13号线 都出问题 你比如说这个 10号线吧 我忘了它那个站名叫什么了 因为离开可能有点久了 但是我知道就是 10号线的西段 就是西边这条线和北边这条线交汇的 那个半个弧形上的 那个有一个位置 就是大概相当于北京 西北三和四环中间那个位置 之前塌过 你一个地铁 地铁轨道你塌陷 什么原因 还用问吗 肯定是里边通工减料了 那一面是后来新建的 包括这些点一些楼塌了 对吧 房塌了 不是前两天广州 是不是广州 是广州惠州哪 不是那个酒店整个酒店塌了 对吧 还有再往前之前那个叫什么 那个桥 对吧 桥底下咔嚓塌了 车陷下下去了 完了不救人往里灌水泥 对吧 类似这样事情 中国发生多少 这些事情还在发生 只看眼前这点东西 而且包括我之前那期讲了 对吧 中国在疫情初期 处理问题的时候也是 只看眼前 我把它捂住 把它掩住 把它埋住 没有看长期 就是当世界扩散了之后 整个会对中国 产生怎么样影响 现在全世界都在找中国索赔 这些问题 究其原因 不都是来源于这个诚信的缺失 来源于这个目光短浅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情况 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中国人 才能够真正的把脑子 就是说换掉换成这个诚信 找回中国祖先曾经教导我们做的那样 人无信不利 人做人要讲良心等等 这些价值 什么时候能够变成中国真正的普世价值 而不是只存在于这些 口头上的这些课本里面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 只要中国一天不能做到这一点 整个中国想在世界上的崛起 就是个笑话 就像这次的捷克一样 就像这次西班牙一样 虽然中国改革开放这40年 在中国的品牌上 投入了多少的心血 投入多少努力 但是 就因为这两个实际核事情 你们看一看 之后中国品牌 在世界上会有怎么样一个变化 好吧 那今天视频就给大家录到这里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